好了 接著我們看第六場賽事 第六場 記得在場地紀錄已經變成好智快地 一面倒的大熱門馬就是危多幅 開始看到還有2.1倍 位置有1.6倍 誰知過關完之後 百川匯河 讀贏也落到1.6倍 好像讀贏的位置是1.0倍 但最後是回到飛 回到1.9倍 有沒有對手下飛 當然有 平常心落飛 3.7倍 開飛 國原均是3.8倍 最後 穿了綠燈 落到2.6倍 騰龍超影 開飛 19倍 國原均是27倍 最後 落回15倍 第六場 是三班千二米 今晚拆兩組 第六 第八場 起步的時候 應聲彈出 潘頓平常心出得最快 但外面 最頭號勁敵 危多幅 起步都快 接下來的馬 文明之聲 貼冷第四 騰龍超影 我當成是軍力強 接着飞霸龙 落满冠 令才 这么快拉到这么远 连连黄已经输着很远 尾四位置 在尾三匹 暂时是军威震 阳明满满和特省 上大石斜坡的时候 头面马拉到十个马威过外 这危多幅的速度真的快 头断开到二十三面到零六 但平常心跟着他都挺轻松的 所以第三 暂时在外党的文明知声 贴难第四就是腾龙超影 接着有军力竞飞霸龙 过几马威之后落满冠令才 连连黄跟近一点 接着就是军威震 打着荣明满满都跟不上 暂时是特省 进来之后直到实际前面 平常心已经过了危多幅 以为危多幅来到这里好像没什么 当上来的马 暂时是腾龙超影好一点 中间叫出来就是飞霸龙 外党那边是文明知声 但他当军力竞 就一百马的时候前面单骑表演 平常心 然后危多幅不堪一击 这三个马在前面找赢 后面争第一是腾龙超影 飞霸龙 他最后第一名迎到隔起身 平常心 潘顿终赢了 腾龙超影第二 第三名飞霸龙 第四名连连旺 不止他连连旺 因为在内档那里查询了 但他为什么要走到那里 他就走进去危多幅 有时就是一下个决定 开边有位 其实等于我们刚才说进神里面也有位 但走错了那一步 但他开边有位而走进去就比较特别 我觉得 可能一勺觉得里面有的就立即转进去 还有走进去是比较好的 毅多幅跟人磨家兄有点不同 人磨家兄是赢了沙田1200 还有那一阵已经说他一班马 这只上次是沙田1000赢了比较弱的对手 还有他加分还加得多个人磨家兄 这个就不太好处了 那只加9分他加12分 真的奇怪 真是奇怪 我刚才第一场赢了一班马 你赢那些威妙星而已 留意一下宋明连的红武的联王 外面有位 但是他走进去里面 谁知道原来是打广党的 谁知道是多幅振 所以他做了决定很快 因为已经做了决定了 如果不是这样查一下 我认为会有第二 有刺激 有刺激 再看一看 他开变 正常的这些不是走出外面 但是他说不是 他决定在里面 谁知道牙多风刚刚撞正 那里查得多重要 虽然他反应得很快 但是那里折了一折 如果不是应该就有位置 可以近很多了 现在就紧紧了 分断时间了 头段23秒06 第段22秒59 末段23秒14 总时间1分08秒79 上次宋明连自己说 都没有百分之百分 就是九成 但是你看他今天那些反应 虽然他是走进去里面 跟着很多幅 但是一看到他有一阻 就一阻 然后抽出来 其实反应还是很快 如果这样就只有九成 十足也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现在我觉得 我想他都近乎十足水准了吧 就是 好像那些马一样 跑了一次之后 状态提升得很快 真的很精彩 譬如多了这位猛将 你觉得每一场赛事的节奏 都好像感臭了很多 因为他而牵起高潮 我们之前看到共同胜利赢 多精彩 多完美 今晚很多不同的方法 力的表现也有 等一下虽然有些马跑 输了肥仔 其实他头段也是跑得很好看的 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 所以真的 希望他不要罚停赛 我也是那句 千万不要跑日又罚两天 至于这一场 法力追上来,塞了,不知道是不是做功课 做得勤力了 想着这只一面倒的热门马匹对手 想着跟着他上,谁知道他一直退 说着一只危多福 其实一面倒热门输了 现场都有说,其实马回来就验到 原来一对后腿都不良于行 抢口的就沿途看到,那里都不用多说 希望他不是很大外 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说第七场